耶稣医治又聋又哑的人 和约拿的神迹 马太福音十二章 二十二至二十五 三十八至四十五节 有人带一个被鬼附身 又瞎又哑的人来见耶稣 耶稣便医好他 使他能说能看 众人都很惊奇就说 这人会不会是大卫的那个后裔 法利塞人听见后却说 他不过是靠鬼王别西部赶鬼罢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 一个国内部自相纷争必然灭亡 一座城一个家内部自相纷争必然崩溃 当时有几个律法教师和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想要看你行个神迹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想看神迹 可是除了约拿先知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约拿待大于腹中三日三夜 人子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 在审判的日子 尼尼威人和这世代的人都要起来 尼尼威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他们听到约拿的宣告就悔改了 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伟大 在审判的日子 南方的女王和这世代的人都要起来 要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他曾不远千里来听所罗门王的致言会 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王更伟大 有一个乌鬼 离开了他以前所富的人 在干旱无水之地四处游荡 寻找安歇之处 却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 我要回到老地方 他回去后 看见里面空着 打扫得又干净又整齐 就却带了七个比以前更邪恶的鬼 一起住在那里 那人的下场 比从前更惨了 这个邪恶的世代 也会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